连接花莲市区与台11线的花莲大桥 改建工程经过了多次流标之后 在17号的立法院交通委员会考察行程中 带来好消息 交通部表示目前已经有5间厂商竞标 改建的工程会在5月底绝标 预计6月开工 地方人士都希望未来的花莲大桥 也能够成为花莲的新地标 立法院交通委员会17号考察行程 第二站是来到花莲大桥进行视察 并听取简报 花莲大桥是唯一花莲市区与台11线连接的重要桥梁 在2018年02-06花莲大地震时桥梁位移后 花莲县政府与立委傅昆奇积极向中央争取重建 经过两年间13次流标后 确定会在今年6月开工 本案工程是才最有力标来发包 那目前已经在4月11号我们开4个标的时候 已经有5家厂商 那这5家厂商也有我们在地的厂商也有国内 很大的一个厂商都有参与的 我们相信在后续的一个评选 我们定可以评选出一个最优的一个厂商 那预计评选会在5月的上旬来召开 那紧接着6月就会来开工 那这是我们完工后的一个景观模拟 这个外观看得到这个就是所谓的景观四版 那景观四版我们也会考量到 因为这边桥梁的下游车就是湿地的一个保护区的 它有所谓野生动物野鸟这些需要考虑到环境因素的部分 所以我们这个景观的一个灯 我们也有考量到 采用那个比较低的一个色差的一个雷D灯 让它对这些野生的鸟类鱼猎 捡到最低的一个琥珀色的一个灯 那这个相信完工以后 整座新桥就带来全新的一个风骂 县长徐正蔚立委副关旗 感谢交通部提高经费预算 让改建工程得以顺利进行 在108年的时候 我记得是好像17亿还是18亿 那时候一直没有办法包包出去 我要谢谢真的增加了6亿 感谢委员和一些部长 能够让这些的经费赶快增加 让这条我们的花林大桥 而且是这个连接到我们的东西 东西啊很重要很重要的连接道路 而这个街道台11线 更是我们繁花东 或者是很多乡亲要走的路 我们花莲大桥 我们北区啊 这个整个花莲 这个中古 对于啊 穿越海岸山脉到台11线 非常重要的一个 接驳的一个桥梁 花莲大桥 因为这个年代久远 也具有相当高的 这样的一个危险性 所以我们要特别谢谢交通部 今天啊 不只啊 全力支持地方建设 在我们前年啊 我们是前年提出来 这个台九县的整体景观道路改善计划里面 把总预算从96亿提升到151亿 花莲大桥改建工程路线全长1100公尺 桥长约595公尺 预算金额从新台币18亿提高到24亿5000多万元 而改建工程各界关心 地方人士都希望未来的花莲大桥 也能够成为花莲新地标 记者 刘明胜花莲采访报道